有一天,大象、水牛和猪木鸟在河边争论都说自己的本领大 这时候,小猴子来了,他说我有一个办法 动物们说,好 他们走啊走啊,来到了一棵有病的大树下 小猴子说,谁能把这棵大树的病治好 大象和水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摇摇头 只有猪木鸟拍拍翅膀,笑起来说,我呢 猪木鸟用它坚硬的嘴,东悄悄,西啄啄 过了一会儿,就啄出了好几条虫子 大家都夸猪木鸟,本领大 他们离开了大树,一直往前,走啊走啊 看见一棵已经干枯的树,被大风吹倒在路中央 小猴子说,谁能把这棵树放到路边去啊 水牛和啄木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都没有办法,只有大象神气的说 我来,大象用它那又粗又长的鼻子,把树卷了起来 放在了路边,大家竖起了大拇指说 大象太棒了 中午快到了,它们走到了一块什么也没有的地边 小猴子说,谁能跟这块地 大象和庄木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都摇摇头说,没办法 这时候,水牛信心十足地说,我行 它拉上了梨,一步一步地跟了起来 到了中午,水牛把地跟完了 跟得很好,动物们都拍起手来 水牛真厉害 在往回走的路上,水牛,大象,啄木鸟又吵了起来 还是互不服气 小猴子想了想说,你们啊,要取长补短才对 大家想了想,觉得小猴子说的有道理 都说,对不起,后来它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